茶器人員掌握情資藍茶漁船 人員進到船上進行搜查 拆開雜板就發現漁船 涉嫌以密艙雜帶走私 菸品企圖竟敢牟利 來船長 這邊也是 這邊 都在你的船上檢查 4號凌晨相關單位 在高雄市的這個 旗艦安檢所執行聯合茶器 當場是查獲郭姓船長等人 涉嫌用漁船來載運炸熱煙彈 一共查到25000包 疑似是看準這個市面 加熱煙利潤好 而且需求高 想偷偷來闖關 但事實上這種加熱煙 必須提出健康風險評估報告 目前還沒有相關業者 通過這個核准 不肖業者挺而走險 用漁船來走私雜帶 出估市值500萬 也是今年我國查獲 手中利用漁船秘倉 來載運加熱煙的案件 這種市場 雜帶 雜帶 谢谢大家